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der 今天又是试文体验 一款拥有殿堂级视听沉浸式享受 非线性星球级世界探索 无职业限定自由战斗 二次元搭配科幻风格 MNO卡牌游戏 诺雅之星 开发商是中国的主龙娱乐 而中国代理商是腾讯 台湾未来的代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会是由主龙娱乐在台湾的分公司 十猪鸟互动娱乐代理 到时候有正确的情报 我会在影片标题修改 主龙娱乐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原先隶属于完美世界旗下 于2014年后脱离并成立现在的公司 但双方包含腾讯 三方能保持着合作关系 而因此主龙跟完美 他们的游戏发行 大多也会交给腾讯处理 而主龙娱乐近期最知名的作品 有2019年上架的《龙族幻想》 2021年的《梦想新大陆》 预计于今年上架的IP改编射击类动作游戏 阿凡达《复仇》 以及今天的主角《诺亚之星》 玩家初期可以选择性别 也有精致的捏脸系统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捏出了一个黑人大妈 配音目前只有三种 跟我的角色也非常不搭 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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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的场景为西方奇幻风 角色的卡面为日式力会风格 我是觉得还可以 前提是你不打开建模的话 这经典的韩系风格 你跟我说这是同一个人 根本是滤镜诈骗 还是这是建模师无声的抗议 玩家操作的角色 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选择不同的武器 但不同的武器跟技能需要分开养成 而抽到的角色 能以附体或者伙伴的方式呈现 附体以后 玩家就可以获得该角色的部分技能 但附体没有跟武器绑定 不管你当前使用什么样的武器 释放出来都是同一招 而伙伴的部分 就是在你打副本 或者部分竞技的时候 能协助参与战斗 让你单刷不孤单 但AI的智商设计很低 有时候会在原地发呆 技能释放的时候会穿插3D动画 其实都是及时的放大拍摄 所以有机会会遇到角色穿模过来 这经费也是省足了 而战斗打击是完全没有回馈的 就是你打你的 他扣他的血 人物连抖都不想抖 经费又再次省下来了 而大世界部分确实是有 有很大的星球让你遨游探索 人物的移动可以透过骑马 火箭飞天 或者勾索 但勾索真的非常难用 其实到这边 眼睛的观众应该就会发现 这款游戏不论界面 美术建模等方面 跟龙族幻想几乎一样 只差在剧情不同 跟多了探索解谜的要素 而探索解谜这部分 又做得很不怎么样 在黑暗中点灯走一小段路 也算探索吗 整体来说可以说是龙族幻想2.0 但优化方面有待加强 不管过场或者日常都会不定时卡顿 官方宣称的二次元 跟理想中的差别也很大 我个人是无法接受 客厅方面也是给好给满 三种站立 大小月卡 每日每周每月的礼包都认清选择 累积消费满30888 还能获得大量奖励 再加个自动除职 就视角齐全了 结论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总之 这世界后续的美景跟剧情 就交给有钱的玩家去探索了 最初想做这系列的用意 就是对这类换皮手游的广告感到很反感 时代一直在进步 但绝大多数的换皮手游 十多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反而不断变本加厉 从以前只是简单的扭蛋 到现在五花八门的课金名目 各种花式水军控屏 代言宣传 营造游戏好棒棒的假象 而就在玩家不断付钱 厂商开香槟庆祝数钞票的同时 有让游戏后来变得更好玩吗? 甚至意图坑杀玩家 被揭发后还要再反提告玩家 玩家在游戏中追求的快乐与方式或许不同 但都是希望能越做越好 而不是开倒车 各位游玩以及课金前 谨慎思考 勿为他人做加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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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